往返花蓮市和捷岸箱车流是以台九县为主 社区村里则是借由支道来贯穿省道 因为车流量相差悬殊 遇到有支道的绿灯时 经常会看不到车辆进出 而引起省道用路人的怨气 县议会建设小组召集人黄振复他提案 要引进新型感应式交通号制 装设在台九县中正路新鲜路的路口 同时也进行的实地会看 台九线上等多个路口交通号制 寻欢秒数 除了主干道车流量多之外 一旁的支道车流量相当少 设置有些支道好几分钟才有一辆骑车通过 但是主干道却有很多车辆在等红灯 相当的不划算 建议装设和黄振复提案多年 要设置感应式装置 换线政府今年度也开始进行装设 为了要了解设置后的情况 广线议会建设小组 并且前往台九县中正路 与新鲜路口来进行检视成果 就是我们有很多路口 它平常某一个路口的使用力 是偶尔才会有的 那希望不要影响主干道的车流 所以我们推动这个感应式的红绿灯 只要有特定的车在时段内抵达路口的话 它是为了这个停靠的车辆 一个客制化的一个红绿灯的设计 那今天我们来勘察这个 花莲线设计所设置的这个感应式的这个红绿灯 那未来如果其他民众有这个感应式红绿灯的需要的话 我们会继续来推广 公路总局也在花莲线设计内 上市出入口逐年装设 以台九县为主要路段 台十一柄县也有部分路段进行改善 花莲线设计会建设小组也将密切关注后续的进度 希望能够达成主要干道畅通 有效提升行程效率的目的 记得终于欢迎黄色报道